我們現在要上個位 上個叫做可逆反應化學平衡 第一段叫可逆反應 第二段叫化學平衡 化學平衡那邊比較重要 比較會考 可逆反應就是 A可以變成B B可以變成A A加B可以變成C加珠 C加珠可以變成A加B 這樣叫做可逆反應 叫可逆反應 那麼可逆反應的習慣上 我們是用一個雙箭頭來表示上面所顯示的雙箭頭 習慣上 向右叫做正反應 向左叫做逆反應 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碳酸鈉 碳酸鈣 加上水 變成碳酸氫鈣 這樣就稱為正反應 那倒過來 碳酸氫鈣 變成碳酸鈣 水鈣化學平衡所謂的逆反應 既然是A加B可以變成C加珠 你也可以選成C加珠變成A加B 但是不管你怎麼寫 向右叫做正反應 向左叫做逆反應 我們的一個重點叫做可逆反應會達到平衡 那麼平衡的意思是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一秒鐘有1000個A加B變成C加珠 一秒鐘有1000個C加珠變成A加B 這樣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當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反應物跟生成物之間會有某一種關係 這種關係國中不交 高中才交 我們有學過一個關係 就是前面告訴你的 氫離子濃度成氫氧跟融等於10個 負實上大量平方 可是我沒有告訴你這叫做平衡的關係 其他呢我們都沒有學過 但是要請你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的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他們會有某一種關係 那麼這關係不是木偶關係 不是木偶關係 不是濃度關係 這都不是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兩個A加上B變成三個C加上珠 我們說達到平衡的時候 題目說表示我們A比C的墨數比是2比3 這個是錯的 這是錯的 沒有這個關係 這是錯的 OK 我們達平衡的時候也不見得誰比較多 我們可以有少少的A跟B 有多多的C跟珠 然後一秒鐘一千個過來 一秒鐘一千個回去 這樣就平衡 也可以有很多的A跟B 少少的C跟珠 一秒鐘一千個過去 一秒鐘一千個回來 這樣子也叫做達到平衡 OK 所以沒有說誰要比較多誰要比較少 所以我如果告訴你說一定是A比B等於2比3等於1比2 這通通都是什麼 錯的 這通通都是錯的 OK 那他的確實的關係 我們國中沒有教我們高中以後再說 這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可逆反應要平衡有條件 什麼條件 要在定溫 要在密閉 我們前面教過了 溫度會影響反應快慢對不對 所以溫度要一定 反應快慢才會一定 所以要定溫 然後要密閉 密閉的意思是 東西不會進出 不一定要封口 不一定要封口 我們會有舉例 不一定要封起來 但是就是東西不會跑進跑出 叫做所謂的密閉 這樣的條件之下 才會達到所謂的平衡 這種平衡是一種所謂的動態平衡 也就是說 當我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繼續有正反應 繼續有逆反應 因為根據碰撞學說 我只要有碰在一起 只要我可以有有效碰撞 我就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我既然有A跟B 就可能產生C跟出 我既然有C跟出 就可能會產生A跟B 所以它會持續的動態的平衡 所以動態平衡 就是可逆反應的平衡 它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平衡的時候 反應仍然在繼續進行中 這裡有個物理變化的蒸發跟凝結 圖上面 左手邊是開口的瓶子 放一段時間之後 你發現水量會減少 右手邊那個瓶口是封住的 結果發現放一段時間之後 水面沒有變化了 沒有變化了 這個時候 這個水裡面有閉口的瓶子裡面 水一樣會有蒸發 一樣會有凝結 蒸發跟凝結的快慢是一樣的 所以達到平衡狀態 這邊有所謂的飽和 我要把糖丟到水中的時候 原來只有糖所以會溶解 等到糖溶解到水裡去之後 就開始會有沉澱 一開始是溶解大於沉澱 所以一直溶一直溶一直溶 等到達到飽和的時候 什麼意思 溶解跟沉澱一樣快 溶解跟沉澱一樣快 它就看起來就外觀上 就沒有任何的變化 不增加也不減少 所以濃度就不會改變 這樣就叫做溶解跟沉澱的平衡 那麼有以上 我們剛才在水跟水蒸氣這個地方 水的地方 我一定要有風口 因為如果不風口 水就會變成水蒸氣要跑掉 它就會不斷的變成水蒸氣要跑掉 所以水就會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少直到沒有為止 這個就一定要風口 才叫做密閉 風口才會平衡 可是我剛才那個糖跟糖的沉澱裡面 那需不需要風口呢 不用 因為那個糖跟糖水都跑不出那個杯子外面 所以沒有跑出去的問題 所以不管有沒有密 都可以達到平衡 像我們以前學個碳酸鈣加西銀酸 會產生什麼東西 二氧化碳對不對 化學變化 那個反應要平衡一定要怎麼樣 要風口 不過風口二氧化碳就怎樣 跑掉 跑掉 它就不會平衡了 這又是告訴你說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條件 要定溫 要密閉 所謂的密閉 不是一定要封口 是東西不會進出 東西不會進出 就是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可逆反應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會有什麼條件 OK